85岁谢贤主拐杖逛商场,体力不济由难助手搀扶,走路不文显摔倒。 85岁的谢贤永远给人活力无限的感觉,仿佛人生每天都很精彩,但其实他已经过了多年独居生活,用他自己的话来说,就是非常苦闷。 此前,谢霆锋在综艺节目中谈及父亲,他抱对方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快活,晚年不再拍戏变得无所事事,甚至用每天都在等死来形容自己。 作为一代巨星,谢贤至今都有偶像包袱,出门必定穿着当红时期的服装,挺直腰板。 就连新一辈的网友都大赞,四哥才是真正的明星。 如今谢贤身边没人照顾,还差点因为做饭时睡着而酿成火灾。 谢霆锋便给他聘请了助手照顾起居饮食,最重要的是陪着出门,防止意外。 近日,就有媒体拍到谢贤在香港潜水湾散步,他拄着拐杖,身边就有助手全程照顾。 他的行动比以前缓慢,走路小心翼翼,似乎很害怕摔倒。 逛完商场谢贤似乎有点累,助手就陪他坐着休息,等他恢复元气。 之后走进餐厅时,谢贤被高出来的楼梯半了一下差点摔倒,吓得助手赶紧伸手去扶。 不知道谢霆锋跟谢霆霆看到这个画面,会不会感到心痛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